他要开启 那开启的方式 别是直接点两下 他就会直接 那这个地方先略过 不要管他 因为解析度如果 小一零二乘七六八 就会一些警告讯息 那就会出现这个 你需要三十天 这样当然执行程式就可以 他就直接可以执行 那我刚刚讲过 每次关闭他就会直接还原 所以你只要做好的档案 存好档之后 一定要把他拖拉到外面 才可以做存档 否则你如果放在里面 画好的东西 关闭之后呢 档案就不见了 接下来 这个环境如果说 我今天想要把他改成什么呢 改成跟那个 传统的一样 就是说呢 前一代 或者前前一代 最早之前的版本 其实他有一个共同意说 不管每一个版本都会有的 所谓的那个工作区 那这个工作区呢 我们可以把他所谓改成一个 叫AutoCade典型 那这个AutoCade典型 就是可以让我们 直接把这个地方点下去好了 点下去之后呢 他就会调整成跟前面其他 几代的工作区呢 都调整成类似的 那我习惯是这样做 把这个面板先关闭 因为这个暂时用不到 另外呢会把这边的工具列 把它搬到哪里 搬到这边来 搬的方式就可以注意 你就按住哪里呢 按住那个 这个地方 按住上方有一个 有没有 这个曲线的地方 有没有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按住他不要放 这工具列就可以让你调整 那我习惯是这边一列 这边一列 这是第一个动作 那因为这个地方 这边还有这个事物 这个图 我们可以